2018台湾灯会在嘉义太保主席 各样花灯吸引众多人潮 基督教灯区也不例外 除了国际积淀会 从白天就顶着艳阳发放圣经 今年由长老教会嘉义中会 召集云嘉南七十多间教会通力打造 基督教灯会展区 以高总实际下的教会为主题 搭配琳琅满目的LED灯格外醒目 因为兄弟是一个豐富的兄弟 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还是不同的人组织在教会里面 教会是一个佣合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这些不同的学校会来代表 配合华人节旗传福音 主舞台区五晚间时段 都由各教会自发性安排 轮流传递福音信息 藉由灯会区的服饰 一起投入福音撒种的行动 让乡亲有机会听闻福音 每一个教会不管是在花灯的配置 各教会提供他们的想法构思设计 或是在节目的安排上面 在日期的安排配置上面 大家都能够同心协力 来这次福音的事工上面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会遭遇到一些困难 可是我们越挫越勇 越花越多 心里就越喜乐 因为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上帝 通过这个定会教会在这个所在参务 让我们夹这个所在的佩生 夹这些人均有真自然的接触 这也是我们团阅 一个真好的机会 嘉义灯会主灯 将于3月2号元宵节当日点灯 战期也到3月11号 欢迎乡亲朋友一起到教会灯区 听诗歌赏灯 也领受上帝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